依然會不會下雨啊? 我們拍完監督力量回台北路上 應該會塞車喔 雞血碎了 還在下雨喔 還在下雨啊 好低喔 旁邊這個田全部都是水 全部都水 全部都水 大哥,這次怎麼都沒有沖 電下去都水 整個都沖在這裡 現在看到都是爛光掉了 爛光掉 12月啊 剛剛沖龍告訴我們 事實上12月 除了在前一天 一天出太陽以外啊 事實上整個12月都在下雨 跟你說,他們說的 10月11月12月 整個宜蘭都在下雨 看一下這個 現在人家說的 我做什麼 農田變成池塘有沒有 農田變池塘 這全部都水 蔥 蔥 蔥是真的受不了 蔥現在變怎麼樣子 跟你講 蔥 三星蔥 現在變成這樣 這個蔥 這個蔥 這個蔥綠已經不綠了 變蔥黃了 蔥黃了 這個你看 被雨水打到這樣子 倒下去 歪下去 歪下去這樣子 這個歪下去爛掉 這沒辦法賣錢啊 你蔥的地方 那是什麼 所以你說這變水路就對了 這變水路 旁邊就是沖 你看這次沖都沒掉了 這個 大哥 這次怎麼都沒沖 你的產量可能剩2、3成而已 外觀賣的品質賣的就是 化不價賣 兩種也是化不價賣 都在這裡啦 哇 這這整個都沖 躺在這裡這樣啊 所以說 如果他泡水越嚴重 洗洗一下 像這些荷都要 都要立著 這個地方 全部都是沒了的 已經泡水泡到爛掉的 泡到爛掉的 不要的三星蔥 欸 這邊量很大耶 對啊 這邊量很大 這整個這邊看 其實這裡你看 現在這 手鐵都在地水 對啊 所以說順序很大 順序很大喔 其實這裡還有漏網鏡頭 老闆 這是我們剛剛採的蔥嘛 對 你這第二手啦 不敢 先跟旁邊沒關係啦 先放旁邊沒關係啦 沒關係 對啦 是說現在沒關係 今年這樣搬收 明明會更好 但事實上 現在政府不是沒有補助 在今年10月左右的時候 事實上政府也給了 一分第五千 一公頃五萬塊的補貼 但是老實說 政府有給錢有幫忙 但是有補到那裡嗎 那當然是沒有 沒有 沒辦法 因為是 它的補貼是我們 減少損失而已 不可能說我損失十萬塊 它補貼十萬塊 嗯嗯嗯 那這樣子一個 政府可能沒有那個裁員 我們也知道啦 那怎麼辦 假設說我們損失十萬塊 它補貼一萬塊 那這樣子讓我們減少損失 不如想要補啦 對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 心不疼啦 有辦法 這也是心不疼 但是沒關係啦 今年搬收 但是監測力量持續都在 農民也講了 不是只有補貼 看到了嗎 這就是三星從現在的樣子 現在像這樣 壞價 但是市場上買起來也很貴 這中間到底誰賺走了 其實農民不知道 雨大 雨大 對啊 蔥爛 對 農民苦 對 七里七里不是人 七里啦 雨大 雨大 蔥爛 農民苦 對 大家如果覺得三星蔥 大哥之前是三星蔥 最猛的時候是怎樣 告訴你 三星蔥最猛就是 它的品質 像這個東西啊 跟妳講 農民有法寶 三星蔥有什麼好吃 三星蔥呢 其實有三大法寶 以前是這個三星蔥呢 事實上農民它會流 每次耕作 留30%以上的這個育苗 比較好的 經過去無尊精之後呢 第二個 加上秘密的就是呢 這個裡面的泥土啊 事實上三星蔥這邊呢 它的耕作時間比較短 為什麼呢 因為保持所謂的肥力 保持這邊的肥力對不對 所以三星蔥 老實說 人在說啦 跟你講 事實上三星蔥 它不是一個品種 你看 三星蔥呢 它事實上呢 跟全台灣的蔥田 長得都一樣 這裡的蔥種叫做四季蔥 三星蔥是地名 它不是一個品種的名稱 對 但為什麼三星蔥好吃 三星蔥會這麼猛呢 剛才講的第一個秘密就是 肥苗經過精挑釋細選 第二個土地的肥力 這泥土你看 這不一樣喔 這跟吉他所在不一樣 你看一下 它的泥土呢 它的這個肥力呢 是特別的好 特別的強 但是這尊 貨水一起來 現在變成這樣 全部都水 全部都水 所以水這樣壓起來 水這樣壓起來 水這樣壓起來 雨水一打 沒有煙 蔥田沒有煙 產量還是有 但是剩下兩三層 這個蔥綠 被雨水這樣一打 整個變黃掉 黃掉之後呢 產量這個所謂的品項不好 而且呢 品項不好之下呢 價格就跌 問題是這裡很難走的 對 現在很黏黏 很黏黏 這是以前啊 在這個颱風的時候 這裡有篤在的場景 這裡下去 這裡下去 甘米味 甘米味 稍後就拋下去了 因為這裡都全水 這裡都全水 這裡都全水 一直吸收水分 一直撐起來 撐起來 都直接從那邊說 所以現在這裡都水嗎 這邊你看 這裡都水 這個裡面都是水 來 我把它壓破 這裡面都水 胖胖的 哇 那這個就掉了 對啊 哇 你看 對 對 水就造出來 所以人家說 蔥子泡水不是假的 是真的這裡面蔥子都泡水 啊 你 像這樣要買 那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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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沒靠起來都要有 像我差不多有 哦 你說什麼 就是說比如說我們秤完的 現在秤完的 反手 要把蟲子拉起來 蟲子拉起來 拉起來 手要伸到很土裡面 對 抓住蔥白 抓住蔥白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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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這樣子才能拔得好 對 如果沒有這樣拔的話 你看 這樣子 就會斷掉 你看一下 現在你看一下 手裡面這個土 這個土裡面 全部都是水 然後裡面 這個蔥 蔥綠的地方 看起來胖胖的對不對 這其實裡面都是水 來老闆你幫我拿一下 我拿一下水 你說這裡面都是水 對 現在這個 電下去 哇 水很老彩 你看 水很老彩 所以全部都含水 這就是現在這個三星蔥田這邊 哇 整個都掉下去 像這樣子的 稍微被雨水給打壞了 這個大概一公斤剩八十塊 像這個 完全 怕壞掉的 最低最低一公斤 只有二十五到三十 他們說政府有看到嗎 當然農委會呢 在之前的時候呢 曾經為三星蔥這邊呢 進行了一次的補助 但現在 針對這個雨害的部分呢 還沒有新的補助 但關鍵是現在 整個台灣這邊 西半部面對是什麼 墓水 旱災 桃竹苗亭冠 雲嘉南呢 明年第一期的耕作亭冠 這是政府所說的 但針對這個宜蘭這邊 最重要的經濟作物 三星蔥呢 三星蔥現在 要進行任何做法啦 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都還沒有聽到農委會的 任何具體的做法 這是 讓人家比較意外的 但是農民說了 苦撐啊 三星蔥 會不會因此呢 受到影響 大家吃到的三星蔥 越來越少 變成量 所謂的量少價高 最後再幫大家講一個邏輯了 現在 農地這邊 現在呢 所謂的作物非常少 價格很差 因為品項很差 但是呢 民眾呢 到菜市場去呢 買到的三星蔥 卻是很貴的 這中間的價差 到底誰賺走了 政府能夠給我們一個說法嗎 進度力量 今天就帶你來 直擊三星蔥的現場 中立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